好 我們今天的訊息就是 雖然我們的好行為大有罪污 但是呢 神是喜悅 和賞賜我們真心的事夢 為祂做的一切 神都喜悅的 這兩個好像是有個矛盾在這裏 我們的好行為其實是不完美 在神眼中是不完美的 我們看一看這個經文 以賽書六十四章六節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 一起讀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 所有的兒都像污衛的衣服 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 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這裏說有幾多我們的好行為 好似污衛的衣服 有幾多啊 所有啊 我們所有的好行為都有污衛呢 都像污衛的衣服呢 為什麽會這樣呢 有沒有人可以回應一下 有沒有人想回應一下 為什麽所有啊 即使我們做到最好的 都是污衛的衣服 為什麽呢 還有這樣神怎麽會喜悅呢 有沒有人想回應啊 就是人的看好的行為呢 準則各個都不同 是的 就是唯有神呢 祂需要清楚我們的意 是否真是上帝所討論我們的意 是 那問題就是 所有的意啊 都好像污衛的衣服 每一個好行為啊 即使我們 即使我們 向人全呼吸 去救他的靈魂 我們用很多的代價 去宣教 去幫助人 都是污衛的衣服啊 有沒有人想回應啊 為什麽會是這樣呢 因為我們都是不潔淨的人 是 為什麽呢 為什麽是不潔淨的人 即是為什麽呢 即是解釋 解釋 解釋 我們都犯了罪 OK 那我們在做那件事的時候 怎麽樣犯罪呢 就是幫那個人的時候 怎麽樣犯罪呢 其實我想大家思考 思考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講我們 包括以塞亞在內 包不包覆 是包覆在內的 是 那我覺得呢 那個 幫人的時候有罪呢 可能我們幫人的時候呢 是 擺了自己很重要 要強行 要那人聽我說 可能又是 會不耐煩 這些 OK 譬如我沒有強行叫人聽呢 譬如什麽 譬如什麽 我沒有強行叫人聽 我是很盡心去幫他 是 因為羅馬斯那裏 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義 是 因為我們每一個都是罪 是 OK 那 那你 就去解釋這件事 就是爲什麽所有的義 都是普至污慧的衣服 你解釋了一部份的 你解釋了 因為我們都是罪人 OK 好 因為我們有原罪 OK 這個是原罪 這個是一個原罪性 那 罪性就說 罪性會在我們生命中 彰顯出來 但是那個好行為呢 就是原罪是個原因 但是那個好行為為什麽 都是污衛呢 因為神的腰頭呢 它是高一些的 超熱一些的 OK 高一些 你可不可以用另外的字眼呢 高一些 大家有沒有想到另一個字眼 因為沒有人原理 是的 OK 因為呢 神是 其實你那句是 是 已經答了 不過我想大家一個完整的答案 可不可以一個 就是 更加解釋清楚那件事 有沒有人想更加清楚解釋這件事 是不是神的聖結呢 是 沒錯 對 我們都是不完美的 就是 還欠解釋了 為什麽 就是我們的所有好行為 都是好自污衛的衣服呢 只有神是完美的 是 只有神是完美的 我們不完美的 那 OK 我想大家有個完整的picture 這樣解釋 其實你全部合起來 已經是很完整的了 不過每個人都講一遍 跟著又沒有講其他那些 就是那個 不要想著之前有人講 只是我說我想講的 就是完整的 將它解釋出來 OK 我現在講 因為神的完美是 是絕對絕對原理的 是沒有任何的瑕疵 神的原理是超越人的原理 是完全的 就是聖經講到 盡心盡聖 盡於盡力 盡力愛主 他的神 我們的神和愛人如己 那神是完全的盡心盡聖 盡力愛我們的 他全心愛我們 他的裏面沒有任何的污衛 他的裏面盡都是美善 是完全美善的 但人總是有不完美的 我們這些不完美可以是 可以是不愛凡 不是每次不愛凡 可以是不愛凡 可以是我們的罪性 影響我們不是完全的 愛神的心態 不是愛人如己的心態 即是不達到標準已經是罪 不達到這個 在希臘文有個字眼 就是講到罪 就是Harmatia 就是射箭的時候 不能夠射箭的原心 就叫做Harmatia 就是不中的 不能夠最完美 就已經是罪 所以多一個人 他不能夠活出神 那種完全的美善 那種喜樂 平安 愛 聖結公義 他已經是有罪 這一點我們需要明白 就是我們整個人都是不完美的 我們做任何一件事 我們不完美 我們要分析這件事 不完美和刻意犯罪是不同的 譬如這樣 一個人真的去幫人 很努力去幫人 不過他不夠完美 還有一個人整天去害人 是不是很大分別 是很大很大分別的 神就不是說我們整天去害人 而是說我們怎樣做法都是不完美 都是有他爬癡的地方 所以仍然在神的眼中都是罪 都是帶有罪污 不過我們的確是想侍奉神的 的而且確是想去祝福人的 這樣的時候 當我們有這個悔改的心的時候 神是喜悅的 神是會赦免我們的 神也都會賞賜我們的 所以我們 因爲這一樣的教導 就是我們所有的義 包括以賽亞 以賽先知 以賽先知是舊日裏面最重要的先知 最重要的先知 當然你說摩西是更加重要 但是以啟示 就是關於基督阿 關於很多方面 以賽書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麼摩西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再代表舊約 以利亞先知 也是代表先知 以賽亞就不是摩西和以利亞其中一個 不過他所講的教導 神給他的信息 的確是非常之清晰強烈的 而遇到關於基督 包括他在內 他都說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 包括以賽亞在內 和所有的義都好像污衛的依復 當我們這樣明白的時候 我們對於我們的好行為 應該有什麽態度呢 應該有什麽態度呢 當我們知道原來我們的義 都是好像污衛的依復 應該要謙卑 是的 應該要謙卑 這是第一 好行為都是不完美 是的 我們知道是好行為完美 於是我們的回應是什麽呢 謙卑是其中一支 需要神的憐 是的 我們都需要神的憐憐 我們永遠都依靠神的憐憐 亦都是不能夠誇擾 即是不能夠說自己厲害 就算做得多偉大的侍復 都不能夠誇擾 譬如說 有一個人他帶了很多人信耶穌 他做了很多好的事 但當他有一天誇擾的時候 神就會說 你所做的並不是完美的 還有其實 你有這裏都是我的工作 你是我使用你 祝福你 叫你能夠做到這麽多好的事出來 但是呢 並不是你的完美 所以帶來這個後果 是神的工作 那所以呢 當然呢 驕傲的時候 結果是什麽呢 如果一個人驕傲 他說呢 你看我幾多人信耶穌 那結果會是怎樣 跌倒 跌倒 是的 會跌倒的 OK 好 那這裏講到這裏經文 我們再看一次 就是我們都好像不潔淨的人 所有的義都好像污慰的衣服 我們都像業子漸漸枯乾 那這裏呢 這裏講到呢 當然這裏不是指到 說 基督徒就 越來越淒涼了 越來越慘了 那 而是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 都一定有被罪影響的地方 我們並不是完美的 就好像業子枯乾 我們都會衰老 因為 其實因為人類犯罪 所以人會衰老 那這裏呢 我們的罪業 好像風把門吹去 那這裏呢 當然是 指到 特別是指到那些 繼續犯罪的人 但是就算 一個很愛主的人 很愛主的人 他依然 他的生命裏面有罪業 是影響他的 是可以破壞他的生命 那意思呢 就不是說 這個情況呢 就不是說 他淒涼 因為神的恩典 救他用 他依靠神的時候 神是祝福他的 雖然他不完美 雖然他呢 就是他做的事 不是完美都好 神是一樣去賞賜 祝福 不過就是說到 我們的罪業 是可以破壞我們 可以傷害我們的 好 那跟著呢 哥倫多詞詞三章六節 這裏講到 我們的好行為的寶貴 所以我將這兩個經文 放在一起 我們怎樣找一個平衡點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栽種了 阿波羅僑貫了 唯有神叫他生長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 僑貫的也算不得什麼 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栽種的和僑貫的都是一樣 但將來各人要佔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賞賜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 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 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 立好了根基 有別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各人要謹慎 怎樣在上面建造 還有下面的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穌基督 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和佳 在這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染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 有火發現 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飲藥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藥存得住 它就要得賞賜 人的工程藥被燒了 它就要受虧損 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 乃象蟲火裡經過的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文 好 這個寶羅說 我栽種了阿波羅 蕭冠了 那這兩個行動是代表什麼呢 這兩個行動 目養 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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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想你講 栽種和蕭冠的分別 栽種和蕭冠的分別 栽種我們普通的蕭種 然後林花 林水 這兩個在 這個 種植的時候又是怎樣 追種 就是給些種子下去 傳福音 是 標冠牧羊 令它成長 是啦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其實看經文 我們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因為它這個 這個是屬於 這個是 Literal 就是照字面解釋 還是一個代表性的說話 這個是 Literal 字面的 還是代表性的說話 它用著這個字眼 栽種 就是種種子 蕭冠淋水 這個是一個 即是說 現在是否今天 我拿個 兜 裝點水 淋在你的頭那裡 我是不是做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一個 字面的 字眼 還是一個 代表性的字眼 代表性 是呀 代表性 即是牧師 不是拿著 這個 水盆 這樣淋一下 他們 它是用了耕種的字眼 形容是奉 是吧 那大家 看聖經的時候 你就留意 這個字眼到底是 即是說 它真的拿著 拿一個種子 每一個人 你來 我給你一顆種子 我送到你的心裏面 或者是 一個 神的說話 災重呢 這樣 聖經裡面其實 很多是 literal 字面解釋的字眼 也都有很多 代表性的 耶穌說很多 都是代表性的 譬如 耶穌說 我是 道路 耶穌是不是一條路來的 耶穌是不是 一道門 不是的 耶穌是不是水來的 不是的 聖靈是不是水來的 不是的 這些全部是代表性的字眼 不過代表某種的質素 好了 那又講到 保羅 即是傳道 將呼音 帶到不同的地方 由阿波羅 即是好像做個牧師 那樣去挑冠 然後 跟著 他就講到 唯有神叫他生長 那這裡用個 唯有 是有什麼意思呢 唯有 為什麼用個 唯有呢 大家可不可以回應 即是 一邊要透過神 那透過別的都不行 是的 沒錯 那跟前面那裡有什麼關係呢 前面那兩句 跟這個唯有是有關係的 OK 有些種子種了下去 你淋了水 可能它都不會生長 是 但是 唯有神才有這個能力 它令到這顆種子生長 OK 好 那你是用了代表性的字眼 你用了代表性的字眼 你種了下去淋水 都未必生長的 因為我們現在 在講的是牧羊 就不是在講種花 所以你認為種花 那裡 為什麼唯有 神叫他生長 有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人的作為 這個是神的作為 是的 這個是對的 你可以整個圖畫 全部講出來 人呢 是靠自己 怎麼去傳福音 和牧羊 但是 心靈上 各方面 就是唯有神 可以在他裡面做事 不是我們外表做的事 是上帝在他裡面做事 OK 你說得對的 不過你加了三個字 靠自己 是不是一定 這個對比是不是靠自己呢 到底是什麼 未必是怎樣 但是始終是 人所做的事 你很難和神的作為 神是用他的靈 那方面去感動人 或者去拜力去成長 但是人呢 做不到這件事 OK 好 他講得對的 我想大家能有一個 整傳的表達方式 有沒有人想說 有一個整傳的表達方式 有沒有人想說 災眾 有啊 有啊 OK 有啊 不好意思 我們講到災眾 標關 還有成長 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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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唯有神 才可以幫你 要幫你目的 OK 你是講對的 那個 前因後果那裏 你弄得強烈一些 你試一下 就是 人要與神同功才可以成事 就是人做少少 但是神做多歌 OK 好 這個就是一個總撥的字眼 這個是對的 是對的 但是你由頭到尾總 而又先總撥 為什麼 其實我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大家有很多答案已經是對的了 不過我想你這樣做得到 就是怎樣呢 有個小朋友在那裡坐在那裡 那你就講了一句 接著他聽完之後 那就是怎樣啊 他還沒拿完 我們要講到那個小朋友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我們凡是分享啊 講訊息啊 一定考慮每個人的程度不同 有些人一講一點就立即登演明白的了 但是我們講到他總之很清晰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OK 我會這樣講嘗試一下 栽種就是傳風陰 是 是 傳風陰的 挑割就是木養他們的 一個傳風陰一個木養的 到底對方去領受到多少 或者去給聖經的說話 改變到多少呢 是靠神的 是 沒錯 是 非常好 OK 他講了一件事 但其實我也想加多一句 待會你加多一句是甚麼呢 我們做所有的事 都不會有果涵 除非神做工 所以他用個唯有 你在做馬鈴做馬鈴做 不代表有果涵 是因為神做工 所以才有果涵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所做的跟神的工作 是一齊一定要一齊的 如果我們所做不是跟神一齊 就叫做白做 因為神做動工是沒有人會信耶穌的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要覺得我們做生 我們是做神分枯做的事 但這個過程一定是神改變它 然後它才會生長的 這就是個唯有 唯有 只有 即是說甚麼呢 當它說只有的時候 其他都做不到的 就是人做不到的 其他做不到才叫唯有 其他做不到就是人做不到 唯有神做到 那我希望大家以後都嘗試解釋 好像沒有這樣解釋 這樣就一個很單純的人 小朋友都能夠明白了 那你譬如小朋友 當然我們會這樣說 我們向人說耶穌 那當然聽到耶穌了 那聖經說 只要神叫他生長 他的心會開始信耶穌 你有沒有信耶穌的心 有 那你信耶穌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 那種力提你 令到你很喜歡耶穌 很想說耶穌 那是呀 那種力就是神叫你生長 你聽到神在你裏面做工了 所以令人會生長 你就會改變了 那他解釋給他聽 讓小朋友都能夠明白了 原來就是神做工 那小朋友都能夠明白 原來神跟你很近的 你一聽到 神就會感動你了 祂會感動你去悔改信耶穌 又會感動你去祈禱 去聽耶穌的話 好 跟著第七節 其實說完我才講的東西的了 災重的 怎樣啊 這裡說 算不得什麼 即是說什麼呢 算不得什麼 即是說什麼呢 有沒有人說啊 算不得什麼 重點是什麼呢 無效 即是做不到任何事 算不得什麼 即是你做了所有的事 可能最後都是不行 我信不得耶穌 是的 你說無效 他又真的有效 即是說 靠自己 即是單是他自己做的事 是無效 那是真的 即是我們 其實不算什麼 是只有神才叫他生長 我們真的做不到的 那又只有了 叫他生長的神 然後跟著他又 第八節又講了 栽重的我 宵判的都是一樣 但是將來各人要照自己功夫得自己上志 都是一樣有什麼重點呢 都是一樣 災重和挑冠都是一樣 那明明不是一樣的 那個全部 這個災重 不是這個 另一個就去挑冠 那兩個明明是不同的 為什麼他說一樣呢 是什麼重要性呢 就是我們要拿到那個用神 他一樣在哪裡一樣 人迷那些東西 我問人迷都是一樣的 即是說很微弱的 但是 但是你是 神叫他生長的才是很重要的 一一樣的意思 即是說很微弱的 不是很微弱的 很微弱的 很微弱的那些東西 OK 這個可以就說 是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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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樣的 都不能夠成就神 即是不能夠成就到 那個果效 只有神才能夠的 這是一個可以的解釋 那還有 有沒有人有另外的解釋 這裏是我們盡上我們的本分 當作我們的本分 其他的交通比神 OK 好 但是重點就是一樣 一樣 怎樣一樣呢 在神的眼中 追蹤和囂困都是一樣的 OK 即是怎樣呢 其實你講了是對的 不過你只是照字面講了 災重和囂困是一樣 那就是一樣 但即是怎樣呢 那個重要性在哪裏呢 即是剛才說 去傳福音和牧羊 都是如果沒有神 是沒有上帝的幫助 都是一樣沒有果效 是啊 是啊 這個呢 就講回前文那裏講 是唯有神叫的生長 所以都是一樣 是不會產生果效 唯有神叫的生長 那這個是一個 一個意思來的 那另外一個意思呢 這個 你講這個意思是對的 是的確都是一樣的 都是不能產生果效 只有神才產生果效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達到的結論 就是什麼呢 無論你做什麼崗位 有些人覺得他是先知 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很厲害 哇 神說我講什麼 我馬上收到 我馬上告訴你 有些人他有醫病的 有些人他有醫病的 哇他很厲害 我醫病 哇那些人 絕症都好了 有些人說 我講到很多人信耶穌的 我教堂做得很大的 很多人信耶穌的 他就覺得他自己呢 他的恩賜比其他人強 那這個經文呢 又可以怎樣回答他呢 有沒有人想回答呢 即是 無論他做災重或者囂灌 在神明眼中 他重要性都是一樣的 即是 沒有說分誰是重要的 誰是重要的 是的 OK 那也都引申到 其他的事奉有些什麼 例如其他事奉比較呢 和這兩個人比較呢 那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有一個人做的 是很微小的 就算將一杯涼水 給一個屬基督的人 都不能不得上次 即是總之我們真心為神而做的 是建立弟兄姐妹的 是傳入福音的 改變人的生命的 在神眼中 無論你做的多大多小 都是一樣 都是神喜悅 當然賞賜是可以有不同的 那賞賜的因素 我們等一下再看看 下面賞賜 這裡講到一樣 然後呢 將來個人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賞賜 即是說呢 我們其實個個個都不行的了 達得到的目的 唯有神叫他賞賜 神叫他成長 而呢 很奇妙 雖然我們都不達到那個標準 不能產生過果效 但是呢 神都叫我們照我們的功夫得賞賜 這裏講到上次有沒有比例的呢 有沒有比例甚麼呢 跟甚麼成正比例呢 有個照字 照 即是甚麼比例呢 大家可不可以講一下 即是照著自己 原本的能力 照著自己的能力 做得多多或多少 都得上次比 OK 照自己的能力 你用那個能力的字 是否能力呢 譬如有些人真的很有能力 那是否賞賜就大一點呢 到底是照自己的甚麼呢 是否你對神的那種付出 以及你對上帝的心 即是獻上有多少呢 有沒有盡心盡力去做呢 我覺得上帝經常都說 在乎你的心 以及你對上帝的擺上有多少 是 沒錯 非常好 即是根據這個人 他的擺上 他的付出 而達到神會給他的賞賜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 神啊 我很想做了你所吩咐的事 全身的投入 做神所吩咐的事 即是說有時有些人 他可能帶了很多人去信耶穌 有另一個人可能不是帶了很多人去信耶穌 但他兩個都是同樣的全身去做 可能他得的賞賜是一樣的 即有一個可能他帶了很多人去信耶穌 所以他以為我上次一定大過那個 但少人信耶穌 未必的 就在乎這個人擺上有多少 他的擺上還有還有其他因素的 我們一會再想想還有其他因素的 好了 第九節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 你們是神所監督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這個重點是同工 這個字眼和上文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同工 對 與神合作 是的 你解釋了這個字 不過與講開的東西有什麼關係 照著神的感動意思去做 OK 你看回那個經文 經文裡面講到 怎樣與神同工 我們從經文找答案 照著神的規矩 這個都是很經文的 你在經文那裡找 答案在經文那裡的 與神同工 那個答案在經文那裡的 我們與神合作 被人去做 追蹤 即是播種全福音 被人囂貫牧養 神令到人生長 那所以是什麼 所以就是與神同工 是的 意思就是我們在這裏做 聖靈在這裏做 所以人會改變 所以我們就同神同工 這個就是從經文找答案 不是我們產生的果效 是聖靈產生的果效 我們在這裏做的時候 聖靈就使用我們做的工作 產生的果效 所以我們的侍奉 是永遠同神同工 OK 那帶給我們什麼回應呢 當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所有的侍奉 都是與神同工 帶給我們一些什麼的心態呢 應該 更加要接著神 因為你開了神 我什麼都做不到 是的 沒錯 有什麼經文 支持你剛剛講的句說話呢 我們常講的那個經文 你們要常在我的意 我也要常在 我也會常在你的意 因為日來你說你們什麼 也不能做 OK 這句你說了一二四句 第一四三句 常在我裏面 我日常在你們裏面 這人就 多傑果子 多傑果子 就是會產生果效 就是會產生果效 跟他在一起 他就跟他在一起 這樣就產生果效 所以這就是與神同工的結果 剛剛有姐妹說到 如果那個人都沒有 親近神 不在常在耶穌裏面 就不能夠多傑果子 是不是 耶穌不能夠在他生命 改變 因為為什麼呢 他用了人的意氣 人的怒氣 人的控制力 人的方法的時候 就不是神的方法了 所以我們 事奉的時候 經常想一下 我怎樣讓神更多工作 在這一點我請大家回應一下 想一下 我們怎樣可以給神 這麼多工作 怎樣方式的事奉 是給神更多工作 什麼方式的事奉 是沒有什麼給神工作的機會 有沒有人想回應 首先要放下自己的自我 是 多一點從神的角度去看那一件事 是 OK 從神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 放下自己的意念 OK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呢 多一點親近神 有什麼事 第一時間找神問祂的看法 是 是 後神光照我們 給我們有良光 前面看到祂對我們的啟示 是按照祂方向的說話去行 非常好 你講了幾點出來 怎樣傳言給神去帶領神的光照 帶領神去工作 有些具體的方面 具體上我們怎樣能夠讓神的工作更加強烈 與神連結 與神連結 很多的問題需要處理 人需要慢慢處理好裡面的問題 才能夠容易跟神同工做得更加好 OK 好 你講多一點就是清理垃圾 讓神容易做工 是 除去那些爛了的地方 讓神更加容易做工 OK 以上你講的全部都是對的 那我就想提出一點就是 就是說 讓神更多工作 是當我們在事奉裡面 讓人看到神的屬性 恩典榮耀能力 就是經常被人看到神多好 多好 人就更喜悅神 神就更容易做工 這一點就是 從聖經裡面講到就是 宣揚那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就是事奉的時候 不是說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是說神有多美好 祂的美德 神的善良 祂的細心 譬如說 為二人死是少有 為二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神為人死 我們會為一個罪犯死 但是神就為罪犯死 你想想神那種美善 明明一個殺人反一個人 好差好差 耶穌都肯為他死 你看看耶穌多美善 所以你現在面對這個人都不是殺人反 你又覺得沒什麼耐性 耶穌都會對他有耐性 我們就看到原來神那麼美善 那麼接納人 於是我們都會 好像耶穌那樣欣賞耶穌 以及活出耶穌那種生命 就是越被人看見神的美善 人就越是能夠回應 所以神給我這個教導就是 其實出自聖經的 宣揚那字 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棉的美德 以及你留意 耶穌和保羅 聖經不同的地方 講很多神的屬性 很多神的美好 耶穌講 為什麼不用擔心呢 因為神會照顧麻將 又會照顧白花 所以神會照顧我們 神都數我們的頭髮 為甚麼要數呢 為甚麼還要數頭髮呢 就是他關心我們這些最微小的事 就算是一杯涼水 他都會賞賜的 因為他紀念我們少少的好行為 這個就是講到神的美善 保羅講到 他說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言之 為我們眾人死 喜不也把萬物和 都不白白的刺激我們 就是神會把很多好東西給我們 神是愛祂的人所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眼睛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 是想都想不到的 就是這些經文 全部都講到 神那種完美 那種美善 是美得多厲害 所以我們的生命 生命是怎樣呢 哇 神真是好 神真是美善 我真是感激神了 甚麼事都感激神 那已經是彰顯神的榮念 還有甚麼經文都看到 哇 神做功 神真是美善 神真是憐憫 神真是祝福人 我自己真是神感動 我從聖經看到這麼多這些經文 我真是說 我們要與神同功 讓人看到神 不是去看我們有多好 有時候有些人是令到人跟祂的 有些甚麼情況 有些人會令人跟祂呢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些情況 有些人帶領的人跟祂呢 就多過跟神 他們都有跟神的 不過呢 好像跟祂都是多過跟神的 有些甚麼行為會令到人這樣做法呢 例如有些牧者 他可能有些先知性啊 語言啊或者是一些醫治的能力啊 或者行慎跡啊那些這樣 就是可能人有需要呢 會黏著他多些 有些小肺有病那些 就是會黏著牧者啊 那有這些恩賜是否代表不好呢 這樣 那問題是他恩賜是甚麼呢 就是那個焦點啊 就放在這個人 他有些行慎跡啊 醫治啊 可能就是 其實都是神使用去行這些慎跡而已 可能 人就會把那個方向放在那裡 或者是 羨慕他啊 追隨他啊 好 是的 沒錯 人可以這樣 還有那個人自己本人 常常都強調他自己所做的多偉大 這樣這件事就會造成一個 果效的人就跟他了 也有些人呢 強調跟從他的忠心 多過跟從神的忠心 不是看到神整個天國的計劃 只是看到他自己在天國的計劃 讓那些人傳言的 是怎樣去跟從他啊 我們應該先順服神先的 不是先順服人先的 而是先順服人呢 是有個聖經的指引就是 是平衡的 即是彼此順服的 你是不是想說 其實那個人是大過神的 其實是取代了神的 其實是不正確的 是不正確的 所以我們自己小心 我們的行為有沒有令到人 是注目在我們身上呢 好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 你們是神的監種的田地 所建種的房屋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你們是神的地 建種的房屋 這個是代表性的字眼 或者是直譯的字眼 代表性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還有重點跟上文有什麼關係呢 即是好像會 即我們成為的田地或者房屋 就是為了使其他人 在信神方面得益處 OK 使信神人得益處 大家看清楚這裡 神信我們是神耕種的田地 神建造的房屋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跟上文有關係的 重點是我的屬臣 屬臣 屬臣 屬臣是對的 跟上文哪些經文是有關連 它上面有個比喻 即是比喻 下面呢 這裡製造田地 還有建造的房屋 都是好像 都是用個比喻 即意思說 是神來做 在我的裏邊做 這個是很比喻性的 OK 好 那重點是什麼 好像是沒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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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所耕種的田地和守天地 好像是沒有結果 就是靠個神才得到一個結果 OK 是的 你看看這句 因為我們是神與神同工 我們是指寶樂和他的蟲蟲的人 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 我們所建造的房屋 這裡講到 我們和你們的關係 和上文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不是很深奧的 其實是經文有講到的 是的 我想是神所耕種的田地 是講到我們的心田 以及所建造的房屋 即是我們是在跟隨神的當中 神會在當中 即是建造我們的生命 將神的特質 神的美好 因為老姑娘 建立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其實是回應上面 那個經文 第七節 是唯有神可以叫我們生長 是的 沒錯 那個相連就是神叫他生長 即是說 寶樂在工作 在耕種 即是比喻 耕種 然後就是神 在你生命做工 你們就是神耕種出來的田地 就是神工作的部下 所以這裡講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所有工作 都是神一起工作 應該不是神一起工作 而是神 是那位令到有果效的 以致產生你們出來 是神耕種你們 建造你們的 OK 接著第十節 我照神所吸 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功口 這裡他講到吸我的恩 有什麼重要性呢 吸我的恩 成為一個聰明的功口 好 應該是恩慈的 OK 好 有沒有人想回應 我成為一個聰明的人 是神給我的聰明 是的 沒錯 他不是聰明人 聰明什麼 是的 即是說 我能夠成為聰明的功口 就是因為 神給我的恩典 我能夠有這個釋放 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每個人有機會釋放 我們都應該看為恩典 我能夠幫人 是恩典 因為神會紀念 神會賞賜 神會加力給我們 我能夠今天釋放 是一個恩典 而寶來這裡講到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神給他的恩典 就是 立好了根基 因為寶來就是把基督教的真理 講得很清楚出來 在十二門徒之中 其他的門徒 他們有寫福音書 但是 保羅將這些真理 是有系統性的 講出來 即是保羅書信 是系統性 將基督教的神學 很清楚地講出來 那麼他就為信徒 立好這個根基 這個根基 就是說 我們信用的基礎 是有一個 即是他清楚地 將這些真理 寫出來 在福音書 在這個保羅的書信裏面 就別人在上面建造 那麼他覺得 這個是神的恩典 給他能夠這樣侍奉 指示個人要謹慎 怎樣在上面建造 就怎樣謹慎在上面建造 在這裡呢 我都順點講講 有一個疑端 這個疑端 在網上都有的 我見到有廣東話 在國語都有 他就說 保羅 就是滅亡的 保羅 跟從保羅的 都是滅亡的 這個 這個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 即是說 整個教會的根基 因為教會 是教會 接受 我們現在的新約聖經 是神的啟示 我們的信用 都是在乎這個基礎 也都是合乎聖經的預言 舊約聖經的預言 關於基督要來 基督要成就的偉大工作 全部都在舊約裏面有講到的 但是為什麼 那些人會說 保羅是滅亡 和他教導的 是會叫人滅亡呢 他是根據 那些聖經講到 關於 安息日 和那些食物的規條 保羅是告訴別人 不要緊的 那些食物 你吃什麼 不要緊的 不過不要叫人叛倒 那他就覺得 他違反了 舊約的律法 所以呢 他就說 保羅所傳的是一個 錯誤的道理 還有 保羅講到 這些節旗月索 安息日 都是後視的影兒乃形體 確是基督 因為有些人 他很強調 跟從舊約的律法 那就會 就會說 保羅是 叫那些人 不要跟從舊約的律法 那這個教導 大家可能有些人都聽過的 就說 今天那些人都要守安息日 那但是我們 怎樣回應呢 那回應呢 第一 在節旦轉 是有講到 那些仕途開會 為什麼 因為當時有些人說 外邦人信耶穌都要行國禮 但是他們開完會之後 他們就說 就是說 這個 我們祖先不能夠擔負的 這些律法的規條 我們今天不是要人去 跟從這個 而是我們是耶穌基督的恩典 所以他們就接受外邦人是不需要跟從舊約 而在舊約已經講了的在耶利米蘇有講到 就是將來有個新約取代舊約的 但是現在人呢 有些人呢 有些人就叫人要跟回這個舊約 那就是這個第一 在舊約又講到 將來有個新約 第二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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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叫外邦人去受國禮 還有呢 就講到 不過 因為有些人聽慣了律法的福音 所以叫他們禁戒偶像和制物的血 第十九節那裡會開始講 所以據我的意見不可難迷 乃歸服神的外邦人 只要寫信 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蔚和奸淫 並勒死的生畜和血 因為從古以來 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 會逢安息日在會堂裡中讀 那這裡呢 是講到就是說 禁戒偶像的污蔚和奸淫 和勒死的生畜和血 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傳講摩西的律法已經 那些人習慣了 就是他們一路有傳講 所以就會禁戒這些 就不是說 就是不是說這個是一個絕對的規條 只是說因為有這個律法 一路在各城的會堂有宣講 所以你就叫那些人不要跟從這些 但是意思就是說 不是叫他們要跟從舊約所有的規條 所以其實在那裡已經有顯示出 就是在新約的時代 我們是不需要跟從舊約很多的規條的 譬如說 食物的規條 這個 就是憲制 譬如我們現在犯罪我們不需要憲制的 我們 即是舊約有禮儀的律法 又有道德的律法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犯罪的時候是不需要獻上制物的 所以我們就看得到 是舊約和新約的禮儀上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這個第一個分別 第二個分別就是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不是保羅所寫的 也都說到這些祭物是不能夠除罪的 是唯有基督才能夠除罪的 這些祭司所做的 是 並不能夠除罪 所以他們要不斷獻制 但唯有耶穌是一次過的獻制 所以說到舊約的獻制和 新約的時候的耶穌的獻制 是說給我們聽是有分別的 希伯來書也有說到我們有一個新約 所以不只是保羅說到 這個 就是保羅說到 這個 安息日 摺旗 月索 是後視的影兒 形體 確是基督 不只是保羅說的 初期教會的 所有的門徒 和希伯來書的作者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其實在新約裏面是告訴我們 舊約這些禮儀上的 憲制上的禮物的規條 今天已經是不適用的 但有些人在網上就有攻擊的 那為什麼我會現在在這裡回應這件事呢 因為這個經文就是保羅說到 他說我立好了根基 這個根基到底是否正確的 還是不是正確的 而初期教會有聖靈的感度 神帶領教會 沒有理由整個教會都錯了 即是如果神立這個教會 他們也是聖靈的感度 那些門徒寫的 福音書和書信和啟示錄 這些說話就是神啟示 也都是有聖經的證據 讓我們知道 看得到就是應驗聖經的預言 所以這些都是從神而來而來的 所以當人否認保羅的時候 即是否認了新的聖經裡面 神的啟示 這是一個異端來的 但是都有頗多人跟從的 那這個就是抹後一些的迷話 那也有些人就說 沒有守安息人 你就不能夠進天國 但是聖經是很清楚說到 這個是後視的應而乃 形體卻是基督的 所以我這個回應就是 保羅立了這個根基 那我們的信仰的根基 是建基在福音書 和在其他聖經裡面 新約聖經裡面其他的書信 和啟示錄的信仰 就是我們信仰的根基來的 整本聖經都是我們信仰的根基來的 整本聖經 但是很明顯的 新約是取代了舊約 但是不代表舊約 神的應許是不會認認的 譬如在以色列中 神的應許是會認認的 但是舊約那個 有什麼特色呢 它除了拯救 還有一件事就是 應許以色列人 他們會成為一個大國 會影響全世界 但是這件事已經不再是一個 好像舊約的方式 已經不再是一樣的 已經成為過去 在新約的時候 神會使用整個教會 包括以色列人一起去榮譽神的 不是單是應認在以色列人身上的 好了 我現在看到時間已經過去 那我就總括這個部分 下禮拜才完成這一篇的道 總括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 我們的好行為都大有罪污 然後跟著下面這個經文 差不多前書三章那裡 開始就講到 基督徒呢 我們所行的 其實呢 不會帶來那一刻 是因為神工作 所以我們不可以誇要 但是我們這樣做是重要的 因為是照著我們的功夫 得自己賞賜 那這個功夫 我們下次再詳細想一下 到底這個功夫包括什麼呢 我們有機會為神侍奉是非常美好的 神是會紀念神會賞賜 但是我們其實我們是沒有跨越的地方 所以我們任何做了好的事 我心裡會說 多謝神給我這個恩 好像保羅這裡所講的 神給我的恩 好像一個聰明公投 多謝主 神給我的恩 叫我成為一個 侍奉的人 能夠祝福別人 是美好的 而我能夠盡心去做的時候 神會賞賜神會祝福 所以兩樣的平衡就是 第一我們是 必然有罪污的 所以我們都 時時去認罪 求主赦免我們的罪陰 好不好的意念 或者不完美的地方 我們都求主赦免 但是我們都同時 貼力地去侍奉神 神是喜悅的 神是必然祝福的 願意我們 因為我們復興宣教士的目的就是 希望興起這麼多人 在末後的日子 給神使用 去榮耀神 去傳揚福音 建立靈命 更新不同的教會 幫助不同的教會 能夠得到 復興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志 就是神 我願意給神使用 願意將生命現場 我們一起起來祈禱 在神面前我們都謙卑 就說神 我們不配 我們不配 我們是不完美的 我們沒有誇耀的地方 我們都不能夠說 我做的比別人大 每一個人所做的不同 但是總之我們忠心 和揭力去做 神一定是喜悅的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賜給我們有機會 成為你的兒女 這個是你很大的恩典 你拯救我們的靈魂 更新我們的生命 很大的恩典 你都賜給我們的機會 去服侍你 是極大的恩典來的 我們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感激你 也都知道我們所行的 必定有不原理的地方 我們就求主赦念我們 叫我們心中不要有驕傲 不要覺得自己做得夠好 而是知道我們每一樣的好行為 都一定有罪污 但是聖經也都告訴我們 我們所做的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歡喜 神一定賞賜 神一定紀念 也都有永恆的影響 我們能夠大人進入天國 堅固人的信心 幫助人更加在天國裏面結果 我只是福氣來的 是恩典來的 多謝天父 求主賜給我們火熱的心 火熱的靈去傳人福音 去拯救靈魂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的恩典救我們用 神你必願我們同在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我們歡喜法樂是奉你 因為神你喜悅 我們歡喜親近你 神你喜悅的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們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命為聖 愿你的國 各能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任用的飲食 今天刺激我們 免我們的債 而同我們免到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視探 救我們脫離空落 因為國道 全命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門 請接受主的祝福 原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 我是聖靈的感動 常與我們每一個動在 叫我們時時一個天卑的心 知道我們總是有罪污的 也都知道我們為主所做 神你必定起願 我們就真心服侍你 真心榮耀你 真心去祝福的人 多謝天父 神保守我們 祝福我們 直到永遠 神战 祝福我們 小孩 祝福 神战 狩幽 혹 神战 祝福 有文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